主任发与妻子一同出现在机场 两人的衣着显得十分默契一黑一白 这是默默的在穿情侣装吗 发哥与发嫂结婚已有三十年 却还能批次相伴 实在难得 已经六十多岁的发哥 还和最初一般宠爱着妻子 不管去哪里 妻子永远陪伴在旁 真是献杀旁人哦 发哥与发嫂相恋多年 却如最初 年轻时的发哥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两人却一直没有孩子 有媒体经常闻周润发这个问题 他却总是一笑而过 慢慢的真相才终于出现在众人眼里 那就是发嫂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 怀孕七个月 女儿因为期待缠绕 胎死腹中 发嫂一直沉浸在痛苦中 整整用了七年才逐渐走出伤痛 从那之后 周润发就再也不忍亲妻子遭受这般的痛苦 便决定再也不要孩子了 在妻子痛苦时 周润发推掉了所有工作 尽心尽力的照顾妻子 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时光 为此很多人都问他是否觉得遗憾 发哥的回答都是不遗憾 因为两人在一起已经够幸福了 紧接着 周润发与妻子捐了全部身家59亿 不仅仅因为后继无人 还想把对女儿的爱扩散 到更多的人身上 发嫂能够获得周润发30年来的始终如一的疼爱 并不是大家看上去的如此简单 周润发非常喜欢拍戏 而为了发哥能够安心拍戏 发嫂辞去工作回到家中为周润发打理一切事物 放弃自己的梦想 放弃自己的爱好 围绕着周润发转 经济大权交由妻子掌管 是无巨细的打理有关发哥的一切 所以周润发能够全心全意地拍摄出很多经典电影 塑造非常多的经典形象 在生活中 两人经常一同穿情绿络 一起逛街购物像普通家庭一般 发哥永远贴心地帮发嫂拎东西 堪称般用功 两人还会一起旅行 看遍世界上的好风光 像周润发这样的大牌明星 几十年来从不冒绯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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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